西行记中这一路上帮助白狼最多的人就是唐三造了 不过还有一个角色对白狼也是非常关心 这个角色就是土地公共 土地公共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登场 那个时候的土地公共就认识了白狼 而白狼一直把土地公共当成前辈来看待 也遇到什么问题白狼就会去请教土地公共 而土地公共平时也是经常在教育白狼 只能白狼遇到了 难题土地公共都会想办法为他解决 曾经白狼出入人类世界所待的金字就是土地公共提供的 白狼和土地公共其实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相遇了 不过那个时候的白狼还只是一头狼 而土地公共在那个时期还只是一个小女孩 曾经还是一只野兽的白狼 在野外遇到了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就是土地公共的前世 而这个小女孩在野外却遇到了一只老虎 这只老虎就是后来的一虎 就这样白狼为了保护小女孩而和一虎发生了战斗 不过白狼却没有打赢一虎 最后白狼重伤倒地不起 小女孩也是受重伤 最后小女孩在死前记住了 保护过她的那头狼 所以后来变成土地之后 才会对白狼这么照顾